新闻头条首先带您看到 立法院首创跨党派的成立人权团体 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 今天正式成立 由民进党立委、律师尤美女发起 跨党派52位立委加入 并邀请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和副院长洪秀柱担任荣誉政府会长 立委表示 在国会成立国际人权促进会 未来将努力敦促政府落实两公约 对于国际人权界 制止活摘器官的人权议题上 也会持续关注 不会缺席 院长特别要我们转述 他今天是台湾国会历史重要的一页 因为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 是立法院第一个由委员们组成 有主体性的次团体 此举将开放 开启国会团体朝向 议题化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立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 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 荣誉副会长的洪秀柱 宣读院长王金平的致辞 周五立法院成立第一个人权团体 包括民进党台联 国民党清明党五党籍 一共52位立法委员参加 共同聚焦人权议题 由发起人油美女委员 担任首任会长 各国的人权委员会的这些国会议员 也都很希望能够跟我们台湾有所交流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呢 就变成没有一个对口单位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成立 这样的一个次团 那同时也得到各党派的共同的支持 未来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 除了检视台湾政府 是否落实联合国人权两公约 也会积极促进国际人权交流 推展人权外交 人权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价值 其实包括欧盟的驻台的代表 也一再讲 其实它跟台湾的外交最重要就是在人权上的结合 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些非法买卖器官 针对近来国际间包括美国国会 国际特赦组织纷纷出面谴责 呼吁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立委临世嘉表示 台湾国会可以借由立法院 跨党派人权促进会的平台 与国际人权组织进行跨国合作 共同制止非法器官买卖 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器官买卖的事情 在美国有相关的人权委员会都非常的关切 那么它跟台湾如果说要交流 要有个跨党派的一个支持 我们共同来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处境 对这个器官的输出国做成一些制裁的话 就需要跨国的来做一些结合 器官摘除尤其是对于法轮功的这些的 成员的这些的迫害 其实在国内这方面的讯息其实也蛮多 那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国会成立第一个跨党派议题性次团体 聚焦人权议题 会长尤美女表示 未来将推动相关人权议题修法 努力让台湾人权与国际接轨 彰显台湾人权立国的决心 新唐人权电视 曾一豪江志轩 台湾台北报导